港女講故事 我是蘇薇 請聽我的 港女講故事 Soul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 不如走去左邊吧 不好,右邊上路一點 遠處前面的路走,很快就到了 哪裡是呀?向後走就更快 路從來不容易走 向前?向後?向左?還是向右? 指滿門,選擇權在你手上 尋找生命的意義 尋找正確的方向 女人路怎麼走 我的名字叫拔士巴 是一名軍人的妻子 後來成為了大衛王的妃子 人人都讚我花容月貌 聽起來,都算是一種福氣可 但實際上 根本就是對我的一種詛咒 雖然我最終 都能夠成為以色列的皇后 但最初 我和大衛王之間的婚愛情 直到今天 都令我感到非常羞愧 我很記得那年的秋天 有一個晚上 我好像平時那樣 在房頂沖略 大衛王的宮殿 建立在高地上面 他從上看下去 就看到愛到沖略 於是他動了情慾 將我召到皇宮 那一晚 我們倆一起吃飯喝酒 他向我傾訴了很強烈的愛意 我坦白 我當時真的沒有辦法抗拒 因為他始終是一國之軍 我也實在 被他的愛意迷倒 大衛王決意要將我取入宮中 沒多久我就懷孕 要為他生一個孩子 但最大問題是 我已經嫁人了 我的丈夫是一名為國盡忠的軍人 大衛王於是把我丈夫烏利亞召回來 說放她幾天假期 希望她能夠和我同寢 這樣大家就不會知道 我肚子裡的孩子是大衛王 但是最終 大衛王的計劃都沒有成功 於是她又想了一個很鬼債的方法 她安排了我丈夫烏利亞 就是這樣在戰場上白白犧牲 就可以順理成章 將我取入皇宮 成為她的妃子 我和大衛王生了兩個兒子 第一個兒子 出生沒多久好不幸就死了 我們相信這個是神對我們的懲罰 因為我們實在犯下一個很大的錯誤 得罪了神 我們第二個兒子 在世人的眼中 是一個很偉大的君王 她的名叫做所羅門 將來會成為國王 令到大衛王朝的國力 達至一個頂峰 我對大衛王的愛 的確是很強烈 我無法否認 人始終不是天使 我們會有性愛 有雅膜的情慾 甚至會犯下很多的錯誤 人生路上 總是和一個充值著暴力 陰謀的世界抗衡 我要開始學習宮中的生活 妃笨眾多 宮廷的陰謀自然是不絕於耳 女人和女人之間 永遠都存在著妒忌和仇恨 我必須要密切注意 皇室的風吹草動 我曾經有出水服用的美貌 現在年老色衰 仍然有著一種力量 更加感恩的是 我相信我擁有神的微笑和恩惠 神藉著我們偉大的先知 拿丹他賜福給我 他和大衛王應許 他的皇位將會長存 而我們的兒子所羅門 也要繼承他的皇位 但後來我發現 我們一定要和上帝同工 實現他的應許 當我的夫君大衛王 即將要受終正寢的時候 他另一個兒子 就說要奪取皇位 阿多尼雅相信 他應該成為下一任的國王 他還宣佈自己為君王 拿丹和我去到大衛王的床前 把整件事告訴他 他立即採取行動 宣佈所羅門將會成為他的繼任人 我們的兒子將要統治整個皇國 一個黃金時代 除之以來 除之以來 我是他馬 大衛王失蹤蒙羞的孩子 我的少女時代 生活在快樂的耶路撒冷 母后和我在宮中備受尊敬 我的皇兄、皇帝 好像他們的父皇一樣 強壯有力 他們總是在想方法 討父皇的歡心 又總是在明爭暗鬥 爭奪皇位 押沙龍和我是最親密的盟友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母后所生的 父皇在我兒子暗亂 他是長子 很有機會繼承父皇的皇位 但是他被種壞了 我很害怕他 一起去玩的時候 他開始注意我和皇兄 他用特別的禮遇和禮物 去接近押沙龍 又一直尋找機會和我單獨說話 我幾乎完全不知道他想要做什麼 我更加無法想像 他為了達到目的 處心積累尋找機會和我單獨相處 他有一個很狡猾的朋友 疏死暗亂扮病 要我過去服侍照顧他 有一天 他要我做餅給他吃 然後打發身邊所有的仆人出去 吩咐我靠近他的床邊 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 他根本不是想要吃我敲的餅 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 原來他的病是肉火攻心 我無法阻止他向我施暴 他發洩了淫慾 然後無情地拋棄我 把我趕出去 於是我把灰塵殺在頭上 撕裂穿在身上的彩衣 二手抱頭 一面走 一面走 我所有的諸名和希望都煙燒雲散 沒有人會娶我為妻 誰可以為我報仇雪恨呢 父皇對這個兒子無法無天的惡行 表示非常憤怒 但沒有將他驅出皇宮 暗亂繼續受到皇室的青睞 我敬愛的皇兄押沙龍 我唯一的盟友 將我帶到他宮內安慰我 他將等待時機尋找辦法殺死暗亂 押沙龍處心積累 而且足智多謀 兩年之後 押沙龍以剪陽毛為由 宴請皇的仲子 冰陣暗亂 喝酒暢快的時候 叫人把暗亂殺了 押沙龍懼怕憤怒的父皇 所以逃去第二道 父皇因為思念押沙龍 找藥押元帥 帶押沙龍回京城耶路撒冷 但我這個皇兄已經改變了 他不敬仲父皇帶衛 甚至密謀刪奪皇位 他拉攏了很多跟隨者 並煽動了叛亂 令父皇要離開京城耶路撒冷去逃命 依求神的帶領 父皇破滅了押沙龍所有的計劃 現在輪到我的皇兄押沙龍要去逃命 在樹下經過的時候 他因長髮被纏在樹之上 不能逃脫而被殺 我的無辜 沒有完全被父皇證實 在這樣的世代 一個女人要生存 實在很艱難 王兄押沙龍生了三個兒子 一個女兒 他幫我的女兒 改名叫他馬 我知道我王兄沒有忘記我 經常把我記在心裡 神都沒有忘記我 他藉著聖經 記住了我的名字 和我的故事 你總感到落寞聚散 你總感到失望 對於人生未來 總有太多迷惘 你總未裝自己不同 你總笑著真相 對於愛情害怕觸碰 你自己的夢 放棄掙掙 你看著我眼睛 你記著我心 無謂風雨 別忘記還有我站在這裡 我相信每一個女人都希望 將自己最寶貴的留給The One 只不過現實生活當中 無論是我們剛才聽到的舊約時代 甚至是今時今日2020年 在我們身邊仍然圍繞著很多 迫不得已、心不由己 甚至是非常非常慘痛的經歷 發生在很多位姐妹的身上 麥老師 其實我們大家一聽完拔士巴和他媽的故事 雖然我們不是當時的人 但是作為旁觀者、作為第三者 都覺得很漆漆言 很不舒服 甚至是我們近來看的幾齣電視劇 就算是現代或者古裝劇裡面 都有很多類似的情形出現 當然有一些是引誘其他人的發生的 亦都有一些是自己是無端端 譬如是為人家淑然她的美色 或者特別很喜歡她 而是性侵犯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永遠在這裡繼續發生了 循環的 歷史是不停的循環 沒錯 拔士巴相信也是個美女 才能夠得到這個大衛王的垂青 只不過其實拔士巴是有夫之婦 他有個老公 老公正在打仗 打仗的時候還沒回家 就被大衛王看中了 當然有很多人看到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為什麼你要在一個被人看到的地方洗澡 公開的地方洗澡 是不是你自己是惹來的呢 我相信很多被性侵的人 到最後發生事情之後 也很多人都說 你穿得這麼暴露 你生活不檢點當然 所以我覺得拔士巴在這件事上 我覺得他有很多委屈在他的心裏 後人的確對他的評價 各有不同的見解 不過我們嘗試真是理解當時的背景 不像現在的高樓大廈 是平房來的 很矮的 一般平民百姓 真的住在平房 而皇宮當然是站在高高在上的山上 當時聖經記載大衛王一早上睡醒 就在自己的露台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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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人家洗澡 所以其实不是拔士巴 他专专找个多人的地方 公开长塔去脱衣冲凉 并不是这样的 当然圣经实在是没有评价过 他究竟是好 甚至没有说过他是一个淫妇 相反我们后来看到 其实他的结局都很凄惨 只不过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君王的母亲 所罗门王的妈妈 在里面发生的事情 其实那种伤害是很凄惨的 很凄惨的 比如他被污辱了之后 大卫王杀了他的丈夫 当然不是自己杀 就是将他去到远方去打仗 推他去打仗 实死无生 跟着就丧夫 跟着他和大卫王的儿子 出了世没多久就死了 你想想一个女人被污辱 跟着丈夫被他污辱他的人 传了去战场 跟着自己的儿子又死了 那种的痛苦是可想而知 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是拔事吧 你都很难做 找你去皇宫 难道你不要啊 我有老公的了 我四路你根本是没有拒绝的余地 所以其实就算眼白白 看到自己的老公 明知是被大卫王含害 走去送死 他都不能够说话 我觉得整件事上面 他是忍辱负重的 一直不出声 还有他可能在心里面就觉得 既然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就亦来信仇了 但是你会知道 后来他的结局 是都不错的 是不错的 所以在这件事里面 我们都会学习到有一件事 就是这个是他和神之间的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罪 有没有悔改 或者有没有 如何是为自己的惨情来伸冤 是不是后来被神原谅了他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结局 是对很多被性侵的人 我们大家都可以 是一个学习的对象 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孤独 其实同样的事情 也都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 刚才我们说到拔事吧的结局 不错 不错之余 都挺荣幸的 我们经常想到的 除了是他和大卫 真的有关这个故事之外 特别是耶稣家谱 是有拔事吧这个名字出现的 是相当之荣幸的一件事 苏薇 就是你说的这件事 我记得我近来去了以色列 我去到一个叫做大卫的城墙 就要看一个宦灯 叫做multimedia show 他就是将以色列人 京一道的君王是做了一件这样的事 所以那时候我突然间觉得 原来这件事在他们的历史里面 他们不怕是呈现出来的 有一幕是 直接就好像刚才你说的 那个城堡其实就是大卫的城堡 别舍巴就在下面那里洗澡 所以可想而知 这件好像是一件很丑怪的事 很羞辱的事 原来在他们的历史里面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蝙蝠 我们叉开一点点 虽然这个节目叫做 女人路怎么走 但都想特别提一提 很多人说大卫一生 真是很蒙神的喜悦 唯独自一个污点 就是这个污点 真是这个污点 只不过晚年的大卫 都愿意为这件事真心去悔改 神都原谅了他的 讲另外一个女人 另外一个真的想流泪 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 刚才我们也说八示巴的结局都不错 起码他生了一个很有智慧的儿子 索罗门 但是这位姑娘 自从性侵这件事之后 圣经对他的记载是零 我们都不知道他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他能不能够在阴霾当中走出来 真的不知道 他怎么死法我们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圣经只是留下了一节经文 就是形容他是孤孤单单 很忧鬱很凄凉地住在他哥哥的家里 但是从这件事上 只能够抽到几样东西出来 我觉得是对于被性侵的女士们 姐妹们 是得了一些安慰的 就是说他在他兄长的家里面 就是起码还有一个被收留的地方 避难所 有一个避难所 还有我觉得他们不会说很嫌弃这个妹妹 是的 给一个避难所他 虽然他会很孤单 去外面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人家都会指指点点 会指指点点 是的 大家吃一餐饭 于是派一个仆人 杀了暗乱 暗乱就是性侵她妹妹的人 同父而母的妹妹 就是这个他妈 没错没错 当然如果我们的家人 受到这些那么惨痛的经历 会替他不值得 很希望报仇 不要说到报仇 不要说到去到那么激进 我要杀了他 但是总是希望 那个人是能够得到应得的惩罚 是的 他心里面都会想一下 神啊 公义的神啊 你在哪里 你不公平啊 你没有处置他 就算我不自己去杀他 我也希望他不会有好报 不会有好结果 是的 比如说你真的有一位姐妹 或者你有一位朋友 就是被性侵的 一会儿我们都会提一提 大家真的要给他一个避难所拒 听一下他谈刷 要相信他的故事 不要去评论他 是的 作为第三者 真的千万不要有太多的言语 他说 早知你就不要这样了 是的 他叫你去他家的时候 你不要去了嘛 对啊 你为什么这么重啊 对啊 妹妹为什么会被暗乱性侵呢 都是暗乱邀请他 来到我的房间呢 那可能我们就觉得 你不应该去咯 是的 人家邀请你你就去的了 你当然有少少喜欢他了 是的 你一定有少少暗恋他 你才会这样做的 你抵死 千万不要说这些二次伤害的说话 当然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 就是作为女的 我们也都要好懂保护自己 是当然了 就是有些很老土的东西 就说夜回家的时候呢 就是记得叫你的爸爸 或者叫你的哥哥呢 在家里出来接一下你们 你说洗什么啊 我都这么大个了 是的 或者说不要喝醉酒啊 那杯酒在桌面之后 你去洗手间之后呢 就叫另外一杯啊 这些好像是 妈妈 就是很老土 很啰嗦 很啰嗦 但是 晓得是要保护自己 是很应该 虽然时代不同了 但是越来越诡诈 有些情形之下 我们真的要 晓得要保护自己 是的 很明显 情欲的试探 从来都很难去抵挡的 历史不停不停地去循环 给我们有很多的借鉴 应该这么说 但是你听不听 你接不接受这个借鉴呢 就是自己的选择 没错 特别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 我们都看见 其实真的有很多婚外情 我们今集真的主要探讨女士 我们由女性的角度去看 是 婚外情 究竟是逼不得已 还是出于一个 报复的心态呢 是的 有一个统计 就说 已婚的男士 是发生了婚外情 是大概是22% 22 也算多 是的 女士就是14% 那少一点的 因为这个 在亚洲的社会来说 始终女人是比较 有很多的规范 觉得是婚外情 不是这么应该 但是这个数目的14% 其实一直在进展着的 男女平等 我们女士们 似乎在这方面 都好像要争取回 我跟你一样 你外面有女人 为什么我不可以外面有男人 出于报复的心态都是 我们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剧都说 外面那些玩的 家里的那些是真感情 是的 分得很开的 不知道为什么可以 但是这个通常是男人的借口 但是女人有婚外情 都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 补偿的心理 觉得对方 丈夫对他不好 所以他在外面要找一个 来补偿 这件事我们看电视剧很多 贪财 很多人都会知道 很多人说得很白 就是有钱就可以了 我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是的 我理得他有没有太太 总之有钱就可以了 我用尽各种方法 都希望嫁一个有钱佬 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 是的 有时候婚外情 当然是对方之间没有了感情 或者你已经开始很厌惑你另一半 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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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 都觉得很认真 是的 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更加好的男人去取代他 尤其是这个情形之下 就是第三样东西 就是旧情服辞 在这个时候你遇到一个 旧同学 或者旧同学 小学同学 小学同学 在小学同学 或者什么 最旧的时候 你发觉 哎 哇 好啊 这个 曾经可能在中学的时候 追过你 现在那个 家里那个 真的不行 还有家里那个 好死多批评 有没有我煮饭不好吃 有没有我越来越肥 有没有我越来越丑样 是的 但是小学同学 就说 你这几年都保持得挺好 还有 在商场上面 有些表现 有些钱 是的 那挺好 多个人位置自己的心 没错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女人们 经常都会有的 就是一个报复心理 你在外面玩女人吗 我够有了 我够漂亮了 我现在还有吸引力 是的 我又找回一个去报复 我觉得这件事 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 特别是现在这个世代 总是觉得 离婚没什么大不了 是的 婚姻失败 没什么大不了 更加有机会 可以找一个更加好的 有些人正常说 家里的电器 这样 三年开始坏了 是的 以前我们就会 找人家修理 电饭煲也好 都会找人家修理 但是现在 连修理的人 都会跟你说 买过一个 比我更便宜 要找我修理 扔掉它 是的 那婚姻就是 现在的情形很相似 就是说 不需要再修补 这个关系 换过的新的 买过的新的 更好 电器始终 跟婚姻 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但是说起来 又好像很相似 当你要 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 大家都成年人 要想一下后果 要想一下 婚姻破裂之后 你要承担的压力 周围的指指点点 但是最关键 是我始终觉得 下一代是最无辜的 没错 我再说一件事 就是现在女士们 常常会代入 这个婚爱情 的局里面 就是工作关系 其实你有时 我们上班的时候 我们对着 我们的男同事 的事情 多过老公 多过老公 很多 你就会发觉 大家一起 商商量量 去完成一件事 解决一个困难 就好过家里的 家里的 其实第一 你没有什么困难 要解决 还有有解决困难的时候 他是呼呼喉喉的 或者他不能够 明白你多惨 你又要在外面 做事 你又要顾住家庭 他一点都不欣赏你 也都不珍惜你这个老婆 就是家里公司那个 对我特别好 很明白你的感受 很明白我 我做了些东西 你真是聪明 你真是威力了 你真是拯救了公司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在我们女人的心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警惕的 我曾经听过 有一个牧师说过 他说 为什么会太太太先信耶稣呢 丈夫会迟些信耶稣呢 就因为太太太去到教会里面 他会觉得教会的人很欣赏他 他煮一碟红豆沙 教会的人很好喝 家里就整窝在那里 做到发霧 都没人吃 没人喝 所以他的心就会去到教会那里 每个礼拜天就煮红豆沙 绿豆沙 芝麻糊 就去给那里 那你就会忽略了你的丈夫 为什么你会发觉 你的丈夫很久都不信 因为觉得你把时间放在教会 他更加对教会这件事很讨厌 很讨厌很怨恨 就算你很想带他 都跟你一样信耶稣 但是其实很困难 他会发觉教会是抢了他的太太 所以在那里 不是说分外情 特别要提一提大家 或者在公司里面 或者在教会里面 你会发觉有很多人很欣赏你 当然他们是真心欣赏你的 但是都要顾一下你家里的 他的面子 或者不是很值得你爱 但是你已经将你的终身交给他 你要继续爱他 爱他的不是 一个package来的 包买的 包买的 你不可以说我要选套餐 我要选咕嚕肉和麻婆豆腐 我不要什么 我换什么 不行的 那个套餐设置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是包买的 其实刚才南北老师都说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欣赏 他在家里他找不到认同感 不要说是女人 男人都是 不赞他 觉得你这个不是 那样不行 那样不好 还要跟隔离那个比较 比较 这个是罪伤 这个真的是罪伤 问心 其实你都不想你自己和人比较 对不对 更何况你的另一半 当一段关系你开始闻到 你会感觉到的 有些东西不同了 或者冷淡了的时候 要立即修复 好像看病一样 感觉上有多伤 压痴了 那些人就会立即吃 一粒维他命斯丸 婚姻关系都是 感觉到有些不同了 尝试去修复关系 如果不是就来不及了 是啊 就是越来越远的了 就是婚外情就很容易发生 还有你会觉得是 很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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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件事是最可怕的了 是啊 最可怕 希望可以修复到 婚姻关系可以修复 婚外情都可以原谅了 算了 但是性侵呢 这件事我们 很敏感的 这个话题 很多人包括 我坦白点说 教会 我们遇见这些个案 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很害怕的 很害怕 怕说错误 有时我们想避开 避开 但是避不开的 现实生活中 数据告诉我们 你是避不开的 紫若元和城市大学 曾经做过电话访问 访问了60个女求助者 就发现受害者被侵犯 两次或者以上的比例 吓死人了 这个数字 是61.6 这个女孩 她不单单一次被人性侵 是继续的 是两次 三次 四次 而遭受同一个人侵犯的比例 更加高达45.9 差不多一半 他被同一个男人不停不停的性侵 不停不停的伤害 是高达45.9 而三分之二的侵犯者 都是受害者的伴侣 亲人 上司 很亲密的人 不是一个陌生人 而是你最信任的人 但是有六成半的受访者 是选择沉默 把这件事放在心里面 很担心事件会为自己 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会不被信任 失去工作 甚至被家人砸麻 觉得我成为我的家族的恥辱 很骚髒 觉得自己很不干净 还有觉得是你自己惹你 这种第二次的伤害 是真的很惨 很难说 第三者很难去理解 我们都找到一些资料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被性侵的女士 来同理素苦 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女人 我们应该是怎样去帮忙 当然我们大家都说 为她祈祷 最奇一样东西 就是你在祈祷里面 其实是责怪她 神啊我们你认罪 就是你应该觉得 她是一个犯了罪的人 就是我觉得是 有几样东西我们要留意 第一样东西就是 要留意她的人生安全 你不知道她侵犯她 那个人是一个什么的人 当然她告诉你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求救的电话 在你的身边 随时她真的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真的要请她自己去求救的 那些情形 真的要求救的 安慰她之余你要保护她 是啊有时大家是太过着迹去保护她 或者安慰她的时候 甚至有些人冲动到去 找那个人 骂那个人 但是你不知道那个人 那个背景样样是怎样 所以这些不可以很轻举妄动 不可以冲动 不可以冲动的 要慢慢来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要陪伴她 陪伴她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她听 你有一个本的 有一个人的 会随时提供帮助给你 也都会懂得帮你打电话的 陪伴的时候就不是教训她 总之你就不应该这样 为什么你这么久才告诉我 为什么你之前 你又要去给她 为什么这么晚放工 你明知道她是这样 不是解释 不是训断 而是听她说 认同她 还有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相信她 你夸大了 她不像 她平时分人这么斯文 怎么会做这些事 当然是你自己想多了 是不是你诱惑人家 这件事总之是听 一直听她说 还有她说的时候 可能前言不对后语 因为她很混乱 很混乱 她也都不知道 她应该是 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好像刚才你说过 有很多人都觉得 会影响那份工 会影响了关系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通常人家不信她 比如说我们都看电影 都看过了 很多人都说 那个后父性侵她 那妈妈是第一个 有没有搞错 你不喜欢你的后父 你不需要这样去诬蔑她 冤枉她 那她就不开声 那样东西就会继续 继续这样发生 信任受害者 不要觉得她作故事 是啊 她愿意 特别是一个女孩 她愿意这么坦诚 去把一个这么惨痛的经历 分享给你听 代表什么 代表你在她心目中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是的 她也都很信任你 另外就是 仍然要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她说受性侵的人 其实很怕有身体的接触 你又不需要说 经常抱着她 或者经常要帮她 经常要牽着她的手 保持那个距离 是很对的 还有很多人做辅导 都会知道 就是说某一个情形 她不会整世会依赖着你 就是要开始 她要慢慢自己去独立 去思考 独立去解决一些问题 这件事 你去找个专业的辅导的人 她会知道应该是怎么样 你介绍她 去找一个专业的辅导 都要有些时间 有些信任才可以得到 不过这几样东西 是一个特别的提醒 其实都是很惨痛 不过你需要时间 去将这件事淡化 你不需要逼着那个人 你开心点 你不要再这样 不要再想 甚至你原谅她 她也是不想的 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一段东西 是很能够答复我们 这些很多的问号 就是他们说到 一只麻雀当然天父 她会很保护这只麻雀 但这只麻雀有时都会重伤 会跌在地上 特别有一句话 她说天使有时都会折异 但为什么呢 我们说一句很老土 但也很真实的说话 你会回头一看的时候 神有她的微移在里面 天使都会折异 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的 但天使不是应该去保护人吗 天使为什么会折异呢 但你回头一想的时候 你过了这段阶段 可能你就会知道 作为信徒 特别是我们 用这个信徒的角度去看 神啊 我这么为你做很多东西 你说你爱我 为什么当时 你看见所有东西 你不阻止呢 为什么你仍然要允许 这些这么惨痛经历 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怎么去再信你呢 是啊 亦都有些人的说法 我自己都觉得挺对的 他就说 有时你会想一下 这件事既然发生了 神是你未意在哪里 第一件事 你想到的 可以能够将你的伤感 可以平复下来 就是说 神可能就是 令你有这个经历 让你以后去帮回 同样有这个经历的人 因为你不是过来人 你永远不会明白的 但当你是同一个朋友 是被性侵 你有一个性侵的经验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的时候 你对他的帮手是 大过 好过很多其他人的 因为你同样 是经历了一个 他即将经历的过渡的时间 你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同路人 因为你同样经历过这些事情 是的 女人路怎么走 我们经常都鼓励嘉宾 或者听众朋友 我们思想一下 如果不幸 我们真的遇到这些事 刚才麦老师说过 神啊 究竟你的美意在哪里呢 如果我自己是他妈 我会觉得 原来我的亲人是这么爱我 是这么接纳我 虽然我哥哥 压沙龙 他用了一个很暴力的手法 去帮我报仇 当然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效法 因为以暴易暴 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但是慶行的 特别是当时的背景 他的家人是没有嫌弃他 愿意去保护他 成为一个最好的避难所 是的 我们找回拔士巴 也是的 隐约父重 事情依然是发生了 大卫也都悔改 所以后来就和他 好好地待他 还生了一个 很好的儿子 成为 接着就会继承了 大为王的王位 神真的很保护 这两个女性 圣经都有说 即使听众朋友 现在从来都没看过圣经 但都很希望 跟你说 天上的爸爸是 康顾 刚才说过 康顾每一只麻雀 当然真的会有 折异的时候 会有重創的时候 但是他一定会保护我们 还有他会有一个美意在里面 当你是受到这些伤害的时候 我觉得会安慰到你们 第一句就是 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23篇 就是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另一词的圣经词就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借累来 我就洗你们 得安息 不要独自去承担 你身边还有很多的同路人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愿意跟你一起去经历 这个这么惨痛的经历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尝试 你向天上的父亲 去呼求 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是啊 或者有时候 有些东西是你自己才知道的 你在神面前 你可以有认罪 也都求神的安慰 另一句圣经节 我觉得也都是很安慰 对我们很很有帮助的 就是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这个真的要细微一下 是啊 就算你曾经犯过错 在婚外情跌倒过 或者经历很惨痛 我们也会流泪 但是上帝 他是会为到所有受到伤害 痛苦的儿女 同样流泪 他同样明白到我们的感受 不敢相信 有你的存在 直到我 亲眼遇见你 在你怀里 我找到自己 这一生 寻找的鬼 我们为那些问题家庭祷告 为那些面临暴力 和恐惧的家庭 为那些缺乏父母 照顾的孩子祷告 我们祈求 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 欲望不是爱情 性爱是神圣的礼物 我们都有神的形象 主啊 让我们对那些欺凌 年幼的人说不 让我们对被侵犯者 和软弱者表示同情 原谅所有 那些看不到的灵魂 原谅那些 听不到的怀疑者 主耶稣 让我们经常想起你的经历 希律王 因为贼道 屠杀了百里行的婴儿 天父 藉着约室 带领你们去到安全的地方 你在加利利北部 过着和谐的家庭生活 主啊 我们知道你慈爱无比 连麻雀都看顾 你在破碎的身心灵中 彰显你的作为 求你带领我们 参与你医治的工作 我们将破碎的 被侵犯的 和受暴力对待的人 带到你面前 主啊 求你施行公义 彰显医治大能 阿门 主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夫妻需要协调 他们在家庭里面的崗位 求你教导我们 何时应该要说话 何时应该保持静默 教导我们耐心聆听 富有同情心 教导我们 聆听的时候 不会急着回答 教导我们要尊重对方 因为我们自己 都盼望可以得到 别人的尊重 有阵时 小朋友的而且确 会被我们的痛苦 和梦想所感染 父母犯错 而且也会不断犯错 主啊 我们盼望 能够在错误当中 吸取教训 求你帮助我们 学会在犯错的时候 和小朋友道歉 就好像 我们都希望 他们犯错的时候 愿意改正错误 希望小朋友 可以原谅我们 有阵时不够耐心 或者是随便的论断 就好像 我们都会原谅 曾经伤害我们的父母一样 神啊 所有的家庭 都有希望 我们盼望 孩子能够得到 最好的益处 但是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将自己的梦想 强加在孩子身上 愿意他们 活出身上 最好的潜质 愿意他们 在你的里面 找到完美的 父爱和友情 亲爱的主啊 你赐给我们 重要的责任 我们有权柄 去塑造年轻一代的生命 我们抱写住家庭的历史 如果这个家庭有问题 就必须要处理 在你的掌管底下 我们的家庭就有希望 因为你曾经说过 爱你的 你必爱他 直到千代 你兼顾了我们每个人的盼望 求你私恩帮助我们 阿们 喜欢的话就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港女讲故事 IG Soulmate underscore Hong Kong Girl YouTube channel Soul Podcast S-O-O-O-P-O-D-C-A-S-T 拜拜 有松明故事的声音